比如说那你现在说的 你们相信平行宇宙吗 至少是从表面上看 平行宇宙 因为它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解 就跟我随便写公式一样 你可以写一个公式 那你可以说有 反正你现在也没有矛盾 说它一定不对 但是呢 它也没有任何能观测的东西 因为你提出一个理论来 其实最好是 你能有观测来检验它 比如对不对 我能有观测 平行宇宙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理论上就没有 理论上就没有办法能检验它 对不对 就像我随便说一句话一样 这句话说完就完了 就说我说这句话 我理论上就不存在 有办法能验证我这句话 对还是不对 这个有点哲学意味了 所以就是它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呢 跟刚才你说的那个 是有关系的 你刚才不是问我 宇宙大爆炸 这钱吗 对 就是说数学上 你完全可以去做 就时间有一个复仇 这样的话 就是数学上没有毛病 你可以去做 所以现在比如说像 平行宇宙的概念 平行宇宙的概念 跟什么都相关了 跟可观测宇宙相关 就是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宇宙之外的宇宙 对 宇宙既然有个边界 我总天然的 很自然的一个问题 就是边界之外是什么 对啊 这是我从童年才就有的问题 对啊 我也是 你现在这个问题有解答了吗 实际上没有 没有 就是这个 这个理论上你可以去做 从数学上可以去做 你比如说像平行宇宙 虫洞 这些概念都是 都是现在特别 一个是大众特别 感兴趣对吧 想问的一些问题 然后数学家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对天文学 我现在画个边界 天文学就是我们能够 真正能够看到的 能够测到的 能够用物理规律 去理解它的这个学科 叫做天文学 你如果把平行宇宙 搁进来 把虫洞搁进来 我认为这个不叫天文学 但它也不可能 是一种科学 首先它是一种数学 但是很多 先在数学上算出来的 后来在观测当中 确实被证实了 首先是这样 就是假如说 我们说我们宇宙之外 有一个宇宙 这个宇宙有可能 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方式 那其实我 因为宇宙是我们定义 什么叫宇宙 所有的时间空间 我叫宇宙 对不对 那既然它跟我们有关系 其实你就把那个宇宙 定义到我这个宇宙里 不就完了吗 就没有了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真的存在 高维的空间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还是 这可能不那么科学了 咱们就说着玩 就是说 我们用最通俗的那个想 就是如果真的有 高维空间的话 那其实呢 这件事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 是在三维空间里面 还有一维时间 我们叫四维的时空 假如说真的有一个 四维的空间 就跟那个 星际穿越里面想的 假如说有四维时间 那在四维时间里面 有可能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三维空间 这些三维空间里面 其实它们是有可能 碰在一起的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一般想的时候 都会去想这个 比如说 在一个球面上 我们去想二维空间里面的东西 我们三维空间 反正 比如球面上 有不同的球 每一个球是一个 二维的一个空间 那在我们这屋子里 比如有好多气球 那每一个气球 独立的气球 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是一个二维的宇宙 泡泡宇宙 对 但是这些宇宙 其实气球跟气球 它是有可能搭上的 对吧 这两个气球 如果真搭上 那你真在这个气球上的人 就能跑到那个气球上去 这不就是 现在有一个电影 叫《顺息全宇宙》 就在讲 你在不同的平行宇宙 然后跳 大家都是 所以就是 因为凡人特别希望 这种可能性存在 那我就可以跳脱此生 我可以不断地 在其他地方 获得更好的自己 假设存在 因为 就是到底 有没有四维空间 我们现在其实是不知道的 就是理论上 我们作为三维空间的人 理论上 我们不可能知道 更高位是什么样的 大家也不可能知道 所以 当然其实这句话 也不一定 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 类似引力波 需要留心心 如果是科幻的话 假如说真的有某种东西 它能够突破这个空间的限制 就类似引力波 这样的东西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也不一定 但至少按照目前 我们的理解 其实是不行的 那我们现在只能知道 我们这个气球上的东西 我们只能在这个气球上 所以你知道 这个理论物理学家 你讲这个理 确实无法证实 但你都没法博他 就是 你本人说 我上次看一个叫 隐藏的现实 也是一个物理学家 他们都有志于做科普工作 很多人都写书 跟霍金似的 是吧 然后呢 他就提出了 有没有平行宇宙呢 因为他认为是 现在解决量子力学困境 他认为这个平行宇宙 是有可能中选率最高的 一个假说 当然他提出了N多个 我记得是9个 还是10个平行宇宙 我唯一有印象的呢 就是我看这挺有意思 叫百纳贝宇宙 他说你要按这宇宙 那听起来 你知道吗 在无限远的地方 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圆桌 就是我们四个 我们在重复 我们在发生完全一样的事情 当然也可能稍有差别 对吧 你喝了这个茶 和你没喝这个茶 但是你能想象 在无限远的世界 所有的可能性 对 所有的可能性都变成一个 有一个跟我们这一模一样的 然后冲动就来了 对吧 从中就来了 然后呢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这里边就讲了 比如说 很多科学家 就是你相信不相信 宇宙是无限的 那么如果你相信宇宙是无限的 他就说 比如说扑克牌 你就洗牌 只要给你无限的时间洗 是不是总有机 肯定会出现重复的 就是洗的这个牌的顺序 完全重复 就像他说这个女士 一个女士买了五百个上衣 一千双鞋 给她一千年的时间搭 她是一定会出现重复的 那么然后呢 他又给出一个假设 我觉得这个假设 我也很怀疑 他给出一个假设 说我们现在 总共能够知道 宇宙的基本粒子是十的 几十次 还是几百次方 他说也就是说 宇宙的总粒子数是有限的 如果是他认为我们这个人 包括我们这个大脑活动 不管你怎么说 它总是这些基本粒子的排列组合 那么这些哪怕是再多的基本粒子 如果是有数的 那么给他们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 这里面有漏洞啊 我一会来说 他们这么无限排列下去的话 那么总是会出现重复的 也就是所以他就说 你要是假定宇宙是无限的 那么有限的这个粒子之间排列排列 总会出现在无限远的一个地方 它像百纳贝宇宙 就是一块一块的嘛 那你就可以想见 总会有一个跟我们这个宇宙完全一样 你来批驳一下 不是我不是想批驳 我说这里头稍微有个漏洞 有漏洞 就是这个粒子数不一定守恒 守恒的不是粒子数 是别的 应该能量守恒 因为很简单 我们刚才已经涉及到这个话题了 就基本粒子之间可以湮灭 湮灭以后它变成能量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比如说黑洞 黑洞进去以后 不再有什么基本粒子 它就是 它只有质量 角动量和电荷 三根毛 对不对 就这个基本上是 就是说你进去一个太阳 最后是 相对只进去了 太阳带的质量 太阳带的角动量 太阳一般都是电中性的 所以带电荷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的 然后又没有 磁场是偶急的 它又没有磁单急子 所以它只有这三根毛 至少现在理论是这样 所以你太阳里头带的 10的30分克的 这个氢害这些东西 identity 就是所谓的 所谓它的 物质特性 全都丢失掉了 所以这个不会守恒的 所以这种东西不会出现 你刚才说这件事情 跟现在特别热门的一个 就是寻求理论解释的 叫量子纠缠 对吧 你要去解释量子纠缠 就是在很远的一个地方 就让这两个东西全同 就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 对吧 你不在一个空间里头 当然如果是有一个 我们比如说真好 这个纯数学里头 告诉你的这个虫洞 你能够把这个东西 连接在一起 实际上你看起来空间 特别特别远的两个东西 如果通过虫洞 时空嘛 折叠在一起 高位空间 它在一起 它虽然就在你这个空间里头 看起来是两个地方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理论存在 如果在现实里头 如果发生的话 这两个东西 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它把这个事情 跟这个就是多位空间 或者虫洞 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 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我不是专家 我就是从我这个角度去解释这个事情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有道理吗 这个 这个你要问我道理 我相信这个数学上如果可以 可以没有毛病 在数学上 我刚才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就很多东西在数学上是允许的 但在物理里头是不允许的 而碰巧了 就是我不信这个 我又是一个搞观察天文学的人 我就一定要看到 现代科学技术 才真的几十年 就是我定义这个现代科学技术 就是我们能走出地球 真正走到一个空间去 有望远镜到现在四百年吗 有望远镜到四百年 真的有 我们能够搞天体物理研究的望远镜 一百年 馆长 你比如说 你原来好多青少年 都不都到天文馆吗 他们问你 问的最多的问题 一般是什么 其实不管大人孩子 我觉得就公众 对跟天文相关的 或者来天文馆 问的最多的三个问题 其实一个是大爆炸 一个是黑洞 大爆炸 大爆炸 一个是黑 大爆炸就是宇宙的气 对对对 黑洞 还要外星人 就这样 从专业的角度 可能会觉得 就宇宙的起源 还有地球生命的起源 可能最重要 你说神不神 就也许我们 天天我们这个房子 它有变化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太微小了 对对对 就可能 比如他过来这波纹 你的脑袋 花就扁了一下 就过去了 是吧 他跟测量有关 就是他包括 对长度的定义 包括对怎么定义 所以我需要拿光速去测 而且你刚才讲这个黑洞 还有一个科技新闻 就是上次您在冷湖 跟我们讲的 拍到了第一张黑洞的照片 第二张也来了 很快第二张也出来了 还是同一组团队 是吧 对 拍到了银河系中心的 这个黑洞 实际上拍这件事情 是主要是洗照片 耽误时间 你讲的特实在 它是这样的 这个望远镜叫做世界望远镜 这个是一个跟传统望远镜 它是由传统望远镜组成的 但是它跟传统望远镜 是不同的概念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黑洞它的几何尺寸非常小 然后我们比如说 像第一个M87里头的黑洞 那个几十亿倍太阳质量 就是比几十亿颗太阳 还重的那种黑洞 但是它距离远 所以它张角特别特别小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口径特别大的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我们是照不出来的 那照不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有个技术叫中和孔径 我这摆个望远镜 这摆一个望远镜 我把这两个信号 我们有个叫相干 相干合并的方法 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信号 跟这个信号直接加起来 那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相当于就利用了一个 工作在同一波段的一个网络 有很多望远镜 比如说像阿玛 就是主力就是阿玛 就是在治理北部的 但是说就是这种技术呢 实际上在 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望远镜 一号米波望远镜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人才 我跟你说 透露个秘密呗 阿玛那个望远镜的核心组件 是我们中国人完成的 这么牛啊 对 这个人是现在在紫金山天风台 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信念科技家 比我第两辈吧 三万累 有很多中国人参与 但是没有中国的设备参与 原因是因为 这个设备确实我们 自己要建造的可能还要 我们正在正在做 顺便说一声 也是在冷湖 我们发现了一个 一个亚号米波的台子 现在国家决定投资 造一个15米的 这个如果造好了 就可以加入到这个里头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充 我上次在冷湖跟你讲过 就在整个国际上的 这个望远镜布局的格局 这个 一个是欧美发达国家 还有台子资源的情况看 所有的好的望远镜设备 都在东半球 然后在澳大利亚呢 有一个镜子 所以稍微补充一点 而在我们国家 幅员辽阔嘛 对不对 我们国家如果这儿 不摆一个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 网络就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们这个进去以后 会对这个网络 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比如说下一次拍一个照片 可能更清晰 可能就是我们的贡献 所以在这个上面 就是我们还有点路要走 所以它靠这个技术 能够 它主要是 主要是它那个 张角对我们的张角 太小太小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望远镜 用各个望远镜加起来 但是这个洗照片的过程 就是怎么样子 把这些信号结合起来 花了多少年了 花了好多年 第一张是七年八年之类的 对七八年 可能这个世界望远镜 我这个 这些不是我的研究领域 但是我大概了解一个 大致的一个情况 就这个拍很简单 你花一点 它拍的图也不少 但是总共就花 比如说几个好的观测页 把它全做了 就完了 但处理这个数据 动用了很多超级计算机 很多 很多就是特别聪明的人 去写程序 然后很强的计算计算 去算 然后花了这么多年 最后出来那个 一个像甜甜圈 大家看起来这么模模糊糊的 其实这个已经是我们人类 在探索宇宙里头 是最漂亮的工作了 因为它还不是光学望 就是这个东西 要好比拨 对 它相当于是射电望远镜 所以它接收到的 其实不是像我们拍照片那样 直接拍的照片 其实它接收到的 都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一个信号强度的变化 所以它还是要用 比如复列变换什么的 就是还得要反过去 我们普通大众就认为 是我眼睛能看得见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可见光 可见光波长在多少呢 在大概500纳米 为中心的这样一个 很小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还有X光 就是我们照片的那个东西 那叫X光 那个波长更短 然后Fast的那个光呢 就是长的十几米 几米到厘米的量级 是它的极限了 然后这个中间呢 还有一段叫毫米波 比毫米波更短的 叫压号密波 叠加这个信号 是不是拿照片来 一个一个叠起来 最后我们看见什么了呢 就看见它长这样 然后呢 它光所谓光 我们看见的光是翻译过的 当然它看见那个辐射 当然是做了可视化 是黑洞周围的 世界再往外的 其实是那个吸机盘里的东西 发出来的射电辐射 它有光级 因为它特别小 所以我们需要特别高的 我们叫空间分辨率 就我需要拍着特别特别细节 清楚 所以要高度空间分辨率 一般它对应的是 望远镜的口径要大 所以它最后 它相当于 你可以这么讲 就相当于我拿整个地球 这么大的口径的 一个摄影望远镜 我先造成这么一个来 然后比如我把中间 全都给砸了 就留那一块 这一块 你只要留的这一块 它的基线长度 能达到地球的半径 你的分辨率 还能到这个分辨率 所以它最后要靠 就是相隔很远的 就是这个 特别长的基线的 不同的射电望远镜 然后通过 总共肯定的类似办法 同时处理这个信号 做相关 这样的话 才能模拟出来一个 相当于整个地球 那么大的一个望远镜的 空间分辨率 就才能拍到那么细 就是说你分辨率 是靠口径 我刚才说的就是 那个网络就是欧洲 北美 南美 澳大利亚 就相当于地球这么大 但是呢 你中间都是空的 然后还有一个 叫灵敏度 你这个如果填得越多 你收到的信号就越多 所以加起来就越强 所以以后 比如说我们做的 渗长基线这种方法 所以渗长基线 就是两个望远镜 为了追求分辨本 你放得很开 然后呢 以后可能放到空间轨道上去 或者放得更远 就是月球轨道 或者这种火星轨道 让人家想象 把月球上面铺满 比如说您做这个恒星的研究啊 有什么让你觉得 非常奇异的地方 应该说这么说 从咖喱雷的时代 就咖喱雷不是最早拿到望远镜 看见那四颗咖喱雷卫星吗 木星的 后面就是肉眼看到的 能够分辨的东西 都是恒星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个观测资料最为丰富 所以这个学科也特别成熟 比较 换句话说比较闷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超新爆发 对 我们知道恒星演化到最后 质量像太阳这样的 就变成一个白矮星 所以白矮星就是温度特别高 矮就是小的意思 对 对吧 白矮星就变得多小呢 就是变得跟地球差不多 太阳变得跟地球差不多 太阳很重很重 对吧 变成地球这么大的话 咬一勺就是一座山这么重 但是质量再大一点呢 它就会产生超新爆发 也可以产生黑洞 所以大质量恒星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我们亲眼目睹在我们附近 这个东西很厉害 可能会摧毁周围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希望就是 特别希望在有时候 这些人看见 在附近看见一个超新爆发 因为超新爆发 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很少很少 甚至它怎么爆的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 为此你不怕危机我们地球 特别希望在附近看到一个 这个是自然界的事情 我说的附近就是在银河系里头就行 你能复进在银河系 我不是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地球 甚至太阳 甚至太阳系全部加在一起 扔在银河系里头 连一个沙子都不如 哎呀 就是这个 这个特别特别描小 据说这个天上的星星 其实比地上沙滩上 所有的沙子加起来还多 差不多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量级差不多 给一个量级 就是给你一个概念 就是 我说银河系里头 大概2000亿 2000亿 对 如果每一个恒星 都带一个地球 就是2000亿个地球 每一个恒星带一个太阳系 就是2000亿个太阳系 就这种概念 然后整个可见的宇宙 宇宙 宇宙我们叫做 可观测宇宙 对 宇宙这个概念 我们只能从科学的角度 或者说 从已经掌握的知识角度 我们能去描述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光能够跑到的地方 在宇宙的寿命里头 光能够跑到的地方 叫可观测宇宙 里头多少星星呢 大概也是若干千亿个 你说这个光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宇宙中 只允许光速最快 规定 是吧 谁规定的 好问题 谁规定的 为什么规定 就是现代物理学 算出来的 稍微严格一点 叫做信息传播的速度 物理学它有几个 基本的相互作用 我们现在知道的 如果还有别的 超光速 完全就是要颠覆 现在所有理论 我先从相互作用说 电磁相互作用 就是电场和磁场 对吧 然后它传播出来的信号 叫电磁信号 就是我们现在看见光 这些都是电磁信号 对 电磁是两种相互作用 然后还有一个强相互作用 还有一个弱相互作用 这两个呢 都是在原子核内部 它的距离非常非常小 就超过了那个距离 它就没有不起作用了 对 还有一个引力相互作用 所以电磁我们把它归为一类的话 那就是四种相互作用 强作用弱作用 电磁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 就没有别的 我们没有发现别的任何东西 然后光速为什么是最大的 因为这个里头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按照 比如电磁信号 它传播的时候就是光速 它就光嘛 光就是电磁信 我就没有发现别的东西能够 有这样的基本相互作用 所以光速就是代表了这个最快的 理论上应该这么来说 来解释 但是光速为什么 光速为什么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速度 比如说三十万公里每秒 对 为什么是这个 为什么 就测出来的 对呀 原则上可能应该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去解释这个事情的 就它是不是天然的基本物理参数 这些都是属于特别大脑子的基本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都是对科学的一个要不是颠覆 要不是进步 对呀 有这种问题我就很难用通常的语言去描述了